中國上一波的SARS 也是這個同樣的情況 病毒來自野味 那這一波又證實 病毒來自野味 我先請教川大兄 野味吃過嗎 我很少吃 我不敢吃 對啊 所以雖然我是主擊廣東 但是實在是很少吃這個廣東的這個野味 不過中國大陸是真的很愛吃野味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裡面是他們列出來的各種野味 連孔雀他們都可以吃 活的 孔雀 孔雀開瓶 然後就給你吃進到嘴巴 然後這個竹鼠在這邊 一斤四十五塊人民幣 所以他們中國本來就愛吃野味 十八年前就在廣東順德吃了果子梨 然後結果SARS讓全世界來了一次 然後現在又是竹鼠 而這個竹鼠本來他們就愛吃 那去年特別紅 那為什麼特別紅 就是習近平造成的 就是川普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然後後面他們就開始玉米進不去 沒有玉米沒有大豆 所以他們就從俄羅斯進了他們的飼料 結果就非洲豬瘟 然後非洲豬瘟一來之後 中國今年是很可憐 過年的時候在圍爐的時候 香腸也沒得吃太貴了 所以沒有 香腸要豬肉 香腸也沒得吃沒有豬肉 所以他們去年就有一對兄弟就開始大量推廣竹鼠 那竹鼠而且就本草剛剛目有記載 可以解讀肉跟豬肉一樣好吃 所以中國本來不吃竹鼠的人都吃了 就吃出了今天這個 怎麼那麼多竹鼠 還有人工養殖了 人工養殖了就大量吃 把他說什麼美味聖爐烤乳豬 就這樣子一直吃 所以中國 可是現在這個 整個疫情回來 你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九百萬人封城 你要封到九百萬人怎麼封 然後再過來裡面 我也看到了整個共產黨和國民黨 果然細出同源 為什麼 血脈相連 結果國民黨的時候 去年選舉的時候 到最後怎麼辦 蓋牌 選情蓋牌 中國疫情蓋牌 所以你看真的是這兩個黨 果然是那個爛兇爛地 就這樣蓋牌 這樣也你能扯 不是 這本來就是蓋牌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個蓋牌結果 可是你知道真正最讓我們 最生氣的是什麼 那個耿爽說 你最關心台灣人民 十八年前有一個人也是這樣說的 那個讓我們氣死了 那個叫沙祖康 沙祖康是說誰理你 對 可是他前面也講說 我們已經加入了WHO 我們會助固定你的健康 後面加了一句 誰理你們 所以這就是中國的態度 而中國這樣一個國家 我們會生氣的是什麼 十八年前有SARS 十八年前台灣也受到衝擊 可是我們十八年前花了十幾億元 我們就開始建立了好的負壓病房 我們有一個隔離的 有一個篩檢制度 那你中國這麼有錢 一年一千八百億人民幣 美金的軍事預算 如果今天十八年後 你們還是這麼的錢現代 你們這個國家 根本活在十八世紀 然後你們窮兵董府 你們在這個時候 在過年前你們整個情況起來的時候 你們沒有把錢拿去好好的做防疫設施 好好的去做這個檢驗 還在他們用兵器推演 所以要攻擊台灣 這樣一個鄰居 這樣一個惡靈 所以我氣到是很想 很不想想中國 那一個國家 跟佛地摩一樣 那一個國家真是太可惡了 你說你不吃野味 對不對 對對對 他們喜歡吃野味 他們喜歡吃野味 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我 他們 中國就 你知道吧 這兩次都是野味引起的 那我的意思是 炫富 照理說你知道 明知道野味是這麼的恐怖 會造成全世界的影響 你應該把它禁掉 他們是炫富 吃野味是炫富嗎 炫富 對 因為野味都很貴 像竹鼠一隻 一隻的話 如果你要吃到一隻 上一盤菜是一千人民幣 炫富 我吃得起你吃不起 所以他們是炫富 炫富